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相当感恋帅气呢 虽然穿得如此潇洒 但是在剧中赵丽颖可其实是脑力担当哦 其实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大戏的 但是这些可能我们的剧情会更偏向于心理 还有烧脑这一部分或者思想这一部分 所以我这部分可能牵扯到的这个舞系啊 或者这些动作可能不是特别好 对 我主要负责就是动脑 动脑 但是我第一次见她的现场就是一个女孩不画枪 主动要求说我先来开一场 看来不光穿的帅气面对武打枪战 咱们丽颖也绝对毫无得助养 据悉该剧讲述了抗战时期 赵丽颖饰演的特工蓝胭脂肩服任务 而潜伏在敌人内部 陆毅饰演的周宇浩则是一位三重特工 两人从亦敌亦友的关系逐渐成为欢喜冤家 一同为抗战奋斗维护国家大义的故事 此番已经是第三度合作的赵丽颖和陆毅关系 可是终于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哦 关键是陆毅哥的古墨是 对我们都三度合作了 对 只如我就一直没吻上 我大家在拍那场戏的时候 魂润也是 是也有点害羞 加上天气的原因 我们大家都满头大汗 拍好像就拍了一两年多过 因为它有好多角度在拍 近日乔仁良的突然离世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大批明星都纷纷发微博表示哀悼事 和乔仁良私交颇好的陈乔恩赵丽颖 却没有发微博表示一下 让大批吃瓜群众开始口诛笔伐起二人来 谈及这个话题 一度伤心落泪的赵丽颖也没有遮遮掩掩 直言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发微博去表达难受 第一我是很难受的 但是每个人去表达难受的方式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想通过微博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告诉大家我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大家这个工作适合给大家一个空间吧 消化的空间